哈囉大家好 我的桑姐 你們想說有種感覺 就是你拿起手機 必須滑到社群安定的時候 常常都會看到很多很浮誇的美食 那這次我們在IG精選了 8種各種賞心願的放在那裡是 第一家是來自搖搖果的高粱豹乳卷 你看看這個圖片 我跟你說它是生乳卷就算了 它還給你加高粱 還是58度的高粱哦 它第一家而已啊 大家看它的圖片我不覺得有特別怎樣 它就是一個很原始原味的 一般的生乳卷的感覺 小朋友欸分一分 然後發現每個人都好 每個小朋友都最老在跑那邊 那這個就是它本人的樣子 就是以生乳卷來跑 就它顏色跑得滿美的啊 嗯 它看起來就很像麵包店賣的那種戚風蛋糕 不要哭 它在生乳卷留下 就會撐起來 什麼意思 糟糕在哪裡 它只有香氣而已 它沒有那個酒感 你喝完高粱 嘴巴會留下來的味道 那個酒就只是點綴點綴 就讓這整體的變得比較有一點層次感 就不覺得它是主打酒的一個蛋糕啦 那我覺得我希望它 生乳的部分再多一點 不然感覺就真的那個吃蛋糕而已 但我覺得它的蛋糕真的是 我吃過的生乳卷裡面最濕潤的那種 它是那種你可能一擋 它就熬下去它不會再回來的那種 對啊 溫柔一點這樣 那你要對姐姐也溫柔一點啊 我溫柔啊 有嗎 我吃起來滑啊 超熱的 而且我覺得它的生乳的部分它比較 不蓬鬆 它比較緊實一點 所以你會覺得吃起來厚重感會再更高 我覺得它的甜度其實算很中上 而且它的糖是你吃起來就會有點卡羅卡羅的那種 差不多吃了一片兩片就要增加了 那請問這一款高粱生卷是多少錢喔 有酒 我不會回頭 我也不會 第二家是來自 陳耀迅的 布蕾千層酥 它會紅的點就是因為 皮現在就是改成那種脆酥 然後有千層感的感覺 外面改成千層酥 我覺得對我心裡 其實是很多耶 不會不會 看起來就很好吃 今天選的這一家 是非常非常厲害 有得過麵包冠軍的一個師傅作者 它怎麼不是你 欸你看 是不是很漂亮 你看 啊它拿的也是很有份量的那種喔 蠻有份量 我覺得可能比蛋它還重一點 然後我跟你說 這個陳耀迅我們是蠻外帶的 它回來你可能冰蘭腸啊 或是放長溫 你要吃的時候用七架鍋 或是烤箱回烤三到五分鐘 哇好多粉喔 低頭咬下去你會覺得是非常強烈的 一層一層皮 看你嘴巴折裂開來的感覺 慢慢帶上來就是那個 蛋液的香氣跟一點點濕潤的感覺 會讓我覺得主角是外面的皮 不是裡面的餡 比起一般的蛋液感覺更有嚼勁 因為它外面那層更紅 它的這個中間的這個水分 不是到非常的滑嫩 它就是比較像那種固體式的 蒸蛋的感覺 你已經吃完了嗎? 很好吃喔 陳耀迅它最強的就是它的蛋黃酥 它是做那個酥起家的 所以它的這個皮我覺得 它好像風情 可以這樣剝開來的那種感覺 謝謝你不要這樣子吃 你會覺得這顆蛋桃相較其實要蛋桃 負擔感再重一點 它每個皮都可能有酥油 所以你會覺得整體在偏 有一點點 那請問那個陳耀迅的 布雷千層數一顆多少錢呢? 八十 我其實我還是不會回購 我還是會買一顆茶雞的蛋桃 以我這個頂部大家就在講的話 你也吃一次吧 第三家是來自老家的紅茶牛奶 在高雄 非常無敵有名的一個早餐店 我之前有去吃過一次 是那種比較有炭香味的那種 它那個包裝也太皮實 然後我還忘了 對啊你看看這個就是它BAN的那樣子 台灣在地的感覺 感覺應該不是裝的紅茶牛奶 應該是黃甘蔗汁 那我們除了紅茶牛奶之外 還有買它原本的紅茶 那這個老家紅茶牛奶呢 它的宅配官網是可以選B糖跟全糖的 那我們就是選的都是B糖 這跟我在現場喝醬的幾乎是一樣的 它的色感就是吞下去那個 一滴滴一滴滴的色感 所以它這個甜度會再補足到那個色感 所以它其實有點抵消掉 最後留下來就是那個 非常炎厚的炭焙香 欸我好喜歡喔 我很喜歡它這個提糖的 那個茶味就整得出來了 你要先進來 這個炭焙香是怎麼整出來的 我不知道我用泡的 哈哈哈哈 喔 這在鮮奶茶裡面算是紅茶味 占比很重 可是我覺得那個牛奶 還是有抱著它的感覺 它們兩個融合的很好 我比較喜歡紅茶 新奶茶比較喜歡喝 紅茶沒有占那麼重的啦 它算是茶味蠻重的鮮奶茶 我覺得如果你是老薑牛奶粉的話 可以訂這個宅配回來試看看 就不一定要到高雄 才能喝到你那個新念念的紅茶牛奶 宅配的話這兩罐就是多少錢呢 紅茶是150 奶茶是200 這一罐是1200ml 然後賣105耶 這個紅茶可以買吧 好 那這個老薑紅茶 跟奶奶粉的人說可以購的唷 要喝的話我可能會買紅茶 第四家是來自自在食客的 鍋皮酸鰻魚 市面唯一拌一拌 魚肉燥 舊籍下飯 你廣告美食可不可以 認真一點選材啊 誰會買罐頭配飯嗎 啊你不是最喜歡吃飯啊 你不是飯桶嗎 我就是不想你才選那種 鮮本的東西耶 你傳了也才三張而已 我是剝皮酸辣魚啊 我只是用剝皮辣椒而已 可能就是裡面有比較剝皮辣椒的酸辣魚 真的是講的一模一樣 這半口還比較怎樣 好啦打開它打開它 喔喔喔喔喔喔喔 它裡面超級紅的耶 厚厚辣油底下就是魚肉燥本人 然後它的肉燥看起來蠻大顆的 就是那種很細脆很粉的那種 其實蠻好吃的耶 雖然說它有辣 可是它那個酸辣 其實是很像去吃泰式餐廳的那個酸辣感 它其實就是香氣而已 它沒有到那麼刺辣 最後辣油才會溫潤的慢慢帶上來 而且你邊咬真的會有那個魚肉的味道跑出來 雖然我一開始怕它太辣 但它現在又沒有那麼辣 我就有點想失望 對 因為它真的有點太不辣了 我覺得它的酸辣是整個我非常喜歡的一個部分 真的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厚重 它其實咬起來是蠻清爽的 但我覺得可以在料理的時候加一點 沒有我們這樣直接配飯的啦 不然我在那邊炒菜給大家看是不是啊 不然我在那邊炒菜給大家看是不是啊 人家誰會進步啊 那我想要問你這塊罐才會發青 350 如果350可以讓媽媽的廚藝進步的話 那我願意花 那你買超多餐的 那我個人呢應該是會回購的 不會吧 因為那我很喜歡的 6家是來自小熊火子的雞排可壽 別可壽就算了 現在別可壽還會給我變形變成雞排可壽 旁白也太好笑了 愛吃雞排跟愛吃可壽的都沈默了 我們總共買了兩個口味 海苔雞排可壽 起司雞排可壽 就是那個味道 適合多的味道 我不喜歡這個海苔味 每天只有你喜歡吃而已 這是我吃過最不好吃的變可壽 我覺得它沒有可壽感 它就是一個很扁的一個變粉 而且它裡外沒有層次感 它沒有那種外面是一個殼 裡面是一個內心的感覺 味道還可以讓口感變粉 吃完這個下一個我覺得 期待就沒那麼高了耶 欸這好貴喔 對 這很貴啊 雖然說這個也沒有到很好吃 但是這個至少很脆 但是很明顯兩個口感外面 完全不一樣耶 剛剛入口的時候 起司粉加那個舌頭會有味道 但是你只要咬下去 那你起司的味道就會反而會壓下去 我跟你講它就是起司感喔 不是你那什麼洋芋片或什麼奇多那個起司 它是義大利麵旁邊會附的那個起司粉 請問這個多小錢啊 兩片130 我11塊也不會買 不會買狗 很好看啊 想法還不錯 好啦 想法還不錯喔 不錯不錯 第六家是來自 五號起司蛋糕的 達克雪糕 我覺得它看起來小小的一隻 應該吃起來蠻帥皮的 而且重點 它中間的線件是用起司蛋糕耶 所以它外面那一層 是用達克瓦斯的皮做的 對 欸如果這個起司雪糕中間是會融化的 那個鬆鬆的達克瓦斯在回吸那個汁液 感覺會蠻好吃的耶 那這個現在又很熱了 那我們現在趕快請它出來 你看 這個就是它本能的樣子 我覺得它插這個冰棒棒好可愛喔 好小一隻喔 好短喔 我們總共買了兩個口味 一個是經典原味可可蘭蘆葡萄 好 那個達克瓦斯 不及格 它是軟的 它沒有那種打開瓦斯咬下去 那種脆脆的感覺 它整個就是一個軟的皮 滿分十分大概有三到四分 我可以插了冰棒棍 就說這皮是雪糕耶 不行耶 我以為它可以揭我這個夏天的熱 結果它是蒸焦的默契 好膩喔 而且它中間雖然說是起司蛋糕餡 可是它的起司蛋糕是那種 紅備防最廉價那種 檸檬味很重的起司蛋糕 我覺得它就是 台式馬卡龍 對 它就是台式馬卡龍 然後塞個不怎麼樣的餡 欸 不要這樣 比一下很瘋完啦 現在只能骨骼 這一款酒味很重耶 一個葡萄被你咬爆 那個酒味會再更跑出來耶 我覺得這個口味好非常多 但是我覺得這整體 達克瓦茲的甜度都還是蠻高的 所以整個吃起來蠻素肝的 那我想請問達克瓦茲一盒多少錢呢 4度300 175塊 不會太高 不會太高 尼西加是來自法樂公爵的 艾瑪士牛軋糖 就是艾瑪士喔 都沒有那種高級的感覺 買不一樣包包可以買韓國 它在牛軋糖界裡面來說 它的餡算是有給的更細緻一點 就感覺它不是一個很普通的牛軋糖 咬一顆就有多一個艾瑪士的包包 超厲害 你有看到它這個盒子嗎 這一貼 艾瑪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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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這是艾瑪士嗎 艾瑪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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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給大家看一下艾瑪士啊 包包裡面有什麼 怎麼看頭皮上差這麼多啊 它的牛軋糖就是只有百香果口味跟艾瑪士口味 怎麼是艾瑪士口味啦 這麼危險啊 喔它那個貼的那個不是為艾瑪士 它是表示艾瑪士口味啦 花筋感太重了 如果它只單純放紅心芭蠟的話 我覺得還OK 可是因為它加了玫瑰醬 沒有那麼自然 而且很容易就把紅心芭蠟的味道加下去 它的敗魚在玫瑰 料差不多佔比80%喔 只有20%是牛軋糖 有那個紅心芭蠟的味道就是吃裡面的口感 然後可以再吃一個芭蠟的汁 其實我個人覺得 如果它單純的牛軋糖 所以它裡面的堅固 應該就會蠻好吃的 紅心芭蠟跟牛軋糖 沒有到非常搭的感覺 我沒有很喜歡它加那個醬吧 好那請問這個艾瑪士牛軋糖是多少錢 312 艾瑪士牛軋糖 我不會回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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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看圖片 它的那個感覺有點像是 哇粿那種粿感 它其實是沒有到特別漂亮 只是說蠻多人在買這一家 妳就拿我當小老鼠 人家都說白老鼠 你自己說你是小老鼠 喔喔然後它的本人 我們買了兩個口味 一個是經典暴絲原味 消魂XO干貝 嗯 很普通的 我覺得要加個醬有什麼的 它其實鹹度蠻夠的 它是那種高感濃度高 它的那個內餡會再更密一點 更稠一點 欸可是它很明顯 我不知道欸我沒吃到啊 應該說早餐煉蘿蔔糕裡面很容易會有一些碎肉 它就是純的菜甜 是不是要看起來很像甜不辣的 喔這個味道蠻好吃的欸 它的艾頭醬的那個味道很明顯 它不是我想像中的那種 海味滿滿的干貝味 它就是 有白味 剛剛它的原味呢它是 高感很壯 但它裡面就是沒有特別的口感 但是它這個的話 就是妳要去丟很甜的發現就是 沒有毛涼 它除了鹹之外也蠻甜的 吃起來會有點口感濕到 我可能比較喜歡原味 因為我覺得這一款太鹹了 好熱喔 不好意思啦 下次你來我真的會裝冷氣啦 老闆就喜歡換大筆 一盒多少錢 原味的一百九 干貝的兩百五 那我個人呢 以為回購的 喔 那你不會 它在口外上沒有 但我覺得一定要買他們家 好我們現在吃完是所有八家了 那我們要選出我們其中三家來當我們前三名 那我的第三名 紅圈 也是有好吃的東西 可是我覺得它沒有經驗到 讓我一定要擺到我前三名 那我的第三名也是 沒有 我們人要進步你知道嗎 不能隨便放選 我的第二名是 陳曜迅的布雷千尘書 他那個外層比較有技點 那我的第二名是 那我第一名是 那我第一名是 老江 我也是 好好甜酒肚子istically 然後很有特色 那我們這限廣告美食就到這邊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按讚訂閱加分享 多想追蹤我們的身生物的話 ig ugh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